调高设计 明亮空间 仿佛进到室外桃园 充满书香文献气息 这里是全台最美图书馆 你们觉得这个图书馆怎么 很棒 有点大 感觉很新啊 跟以前图书馆不一样 空间是开放 桃园新总图书馆 坐落在一文特区 是地下两层 地上八层的建筑物 占地面积超过五万平方公尺 是全台最大的图书馆 藏书超过百万本 由台日建筑设计师 攜手打造绿建筑 最大的满足 我想就是应该就是 很完美的一个跨国整合 然后各方的这些合作 我想这个是树立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成功的一个范例 生命树的设计理念别有用心 处理在馆内中央的采光景 就像大树的树干 白色金属外框和透明玻璃 引进自然光源 搭配室内通风 达到散热效果 生命树的题目是 图书馆共有五大特色 外观使用环保外皮看起来就像薯皮 绿色螺旋的植栽从公园连接到屋顶庭院 室内的采光景可以节能减碳 知识螺旋是书籍和院读区环绕着采光景盘旋而上 书架耐震壁模拟倍数环保 碰上地震避免书本掉落外 还有这个功能 每个楼层都有白色的防震书架 防震书架除了美观之外 最主要它是要挡住我们中庭的声音 让四周的阅读区能够有更安静的效果 特别的是 馆内为乐林亲子和青少年设计主题书区 耗费多年心力 是为了满足民众的阅读体验 大爱新闻张略嘉 桃园报导